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天行他不会武功 但是也不能小瞧他 张天行虽然不会武功 可是他的枪法很好 在军校的时候曾是全校的神枪手 那他这个人为人怎么样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显示 张天行为人很随和 跟他哥哥张领海截然相反 这一点他们真的不像兄弟俩 而且我们还调查到 张天行目前单身 上海的很多娇妓花呀 大家闺秀啊都很喜欢他 不过张天行对感情很认真 他和那些明媛啊 娇妓花从来只是逢场作戏 出国前 他曾经跟一个女大学生 有过一段恋情 但是因为他哥哥张领海的族旨 无疾而终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 可是现在 你却能引起他的注意 这就说明他很有可能 对你有好感 我们就要善加利用这一点 我明白了 只要是对我有好感 就会对我放松警惕 到时候 就能帮我引荐张领海 没错 所以这次的采访 就是一个突破口 我们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 好 没问题 您好 您好 我叫韩丽雪 这是我的名片 我跟你们张天行张将军 约好了今天见面 您先在这休息一下 我去通知将军 谢谢 请 报告 说 将军 外面有个女记者要见你 没看我忙着呢吗 等一下 是 等等 你看 能不能 有吗 回来 我去 Karan 是 为何 华 又不是 那是 军 有吗 很手 你 不要 我 监 你 好 咦 好 我 不 不要 嗯 我 爸 男朋友 男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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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同学 没想到张监俊您的办公室这么漂亮 过奖了 我知道您很忙 我也不想耽误您太多时间 我们直接开始采访吧 没关系啊 反正我巴不得找个理由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那边走 请坐 有什么问的尽管问 我一定配合 谢谢 那我们开始吧 请问这次您跟张领海大帅来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我们要推动全国的和平进程 推动全国的和平进程指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需要提供应该的 我们接下来 看看 您的赞马 您也在手上 是 您和您的赞马 您这个赞马 自大赞马 您的赞马 有传闻说张大帅这次来上海 是来借钱的 也有传闻说这是野心勃勃之举 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传闻呢 传闻终究是传闻 物理看花 中隔一层 当然了 如果大家非要这么说 我们也没办法 就当是为民间茶余饭后的谈资 做点贡献吧 那您可不可以接下来具体跟我们说一说 关于这个和平进程指的是什么 现在国内这种军阀混战的局面 根本不利于我中华复兴 想要振兴中国 首先第一步必须要统一全国 只要有一方足够强大 就可以依靠武力统一全国 到那个时候再走经济发展的道路 让中国真正地服强起来 绝不向任何人低头 那您是怎么看待 关于内战不息的根本原因呢 这个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 但是总的来说吧 可以分为两点 第一点 就是中国的主权遭到了破坏 现在的那些各国列强都想瓜分中国 可是他们很明白 一旦他们采取军事进入 那一定会遭到中国百姓的顽强抵抗 所以 他们就会选择在国内 扶持一股力量 来为他们代言 那么请问 你们是属于哪位列强呢 我们不属于任何列强 我们只属于中国百姓 接着说第二点 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遭到了破坏 诸如中树孝涕啊 礼仪廉耻 这些非常优良的传统 现在已经开始消退了 取而代之的是 巧取豪夺 隐隐狗狗 失去了道德的约束 人才会做坏事 你说对吧 韩记者 张天行气质儒雅 才华横溢 文韬武裂自有一套 和他哥哥张领海的残暴蛮霸 完全相反 看来他的思想水平非常高 同一个家庭 差距怎么这么大啊 韩记者 请继续啊 我想请问一下 您跟张大帅是亲兄弟吗 你觉得不像是吧 不像 是 我们俩是亲兄弟 但是因为教育背景的不同 再加上年龄差异比较大 所以我们俩的性格跟思想 截然比较大 因为你猜招不动 是我冒昧了 不会 没了 就这些 谢谢您的配合 整理完之后 我就可以发稿了 好 那们辛苦韩记者了 不客气 非常感谢您 今天接受我的采访 别太客气 日后有什么困难 尽管来找我 您跟张灵海大帅 真的是截然不同 其实我一直仰慕大帅 今天听你说你们的政治思想 我更想拜见他本人了 所以你是想采访我哥 如果真的能够采访到 张灵海大帅 我想应该是我们 整个通讯社的荣幸吧 将军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该出发了 好 我还有些其他事情 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们再约 好 再约 这得熬到什么时候 不是有句话说 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吗 明天是比武最后一天 趁着人多搞点乱子 趁机把龙头杖抢出来 这个主意好啊 这样聚集在太际门的上百号高手 就可以联手把你抓起来 上百号人呢 就算每人打你一拳 还是老老实实地 在这等队长回来安排吧 偏偏遇到这种破事 牛儿 明天的决赛啊 有很多人看着的 咱们得穿件漂亮的衣服啊 谢谢师傅 unun 宁儿 明天的决赛 你跟飘逸的输赢并不重要 而是借这次武林大会啊 相互切磋 熟悉对方的武功 才是最重要的 切磋归切磋 但我还是会赢的 从小跟他一起长大 他是什么水准 我很清楚 宁儿 飘逸最近一段时间 进步很大呀 可师父 我也在强大呀 你很在乎输赢吗 师父您忘了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 成为武功最强的人 宁儿 那万一 有的人比你武功高呢 那我就更努力地练功 超越他 你上进的心情 师父十分理解 可是宁儿 咱们做事情可千万不能急躁啊 比武是咱们练武之人 提高自己修为的方式 并不是以此来定夺成败 胜败是常有的事情 赢了不交不躁 输了再接再厉 千万不要气馁 明白吗 我明白了师父 师父您早点睡吧 我先回去了 本届武林大会决赛 即将开始 对阵双方是 朱飘逸和马宁儿 请两位登场 师哥 小心点啊 放心 我会赢败 宁儿 承让了 希望你全力以赴 不要藏实力 你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那就好 血咪 你识人 那么 �� 你识人 什么 这 这 这 你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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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把这地方都无法善 硬召功了 硬召功能推势人的良知 让人变得阴险 本届武林大赛的冠军得主是 朱飘逸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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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你没事吧 没关系 你在我心里面是最棒的 师父 我赢了 我看到了 飘逸 你是我们太监门的骄傲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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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师兄 师弟 ヒ 四 н 我怎么可能输给他 我没有输 我可以赢他的 师父 你对我太不公平了 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对我 老天爷 你对我太不公平了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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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 兜兜转转全都是你身影 我的视线与一颗心被占据 不论将来我们的命运会怎样 我都会在你身边 永远都不会离开 人生才没有遗憾可惜 我们要在一起 不畏惧 惊奇 这大命运 将我和你一起 师哥他 并没有错 他这辈子 命已经够苦的了 我愿意 用我的一生 来换他的幸福 用路起去 两小的爱 能否抗拒命运 未来的路上 多想陪你走下去 一双手握紧 一双手握紧 心与你在一起 一起 宁儿 你来干什么 来向我炫耀你打赢我了是吗 如果我知道 你那么在乎那个冠军 我会让给你 不要用这种同情的口气跟我说话 你忘了你说过的 要全力以赴吗 可是 你要我怎么做才好呢 其实你打赢我 我还是挺开心的 至少我以后有一个 可以想要超越的对手 就像你以前总是把我 当作你的目标一样 我没有把任何人当作对手 我只是顺其自然 慢慢地变强 那你为什么要变强呢 跟你一样 为了报仇啊 嘴巴说要报仇 心里想的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吧 怎么样 太极门的安逸 让你失去了斗志是不是 跟陈若宇在一起很快了是不是 盈春和爹是怎么死的 你忘了是不是 我没有 只是我们不能急功近利 要先把武功练好啊 可你武功已经很强了 为什么不去报仇呢 你看 你就是这么软弱 你承认吧 你的心就是这么懦弱 是 我很懦弱 但不是因为爹 凝春大家的死令我陷入恐惧 也不是因为我担心失败 而是因为我知道 我有更重要的任务 是爹交给我的使命 就是因为这个使命我才决定 我不能白白去送死 尼尔 报仇这件事情 我们能不争吗 争 我能跟你争吗 反正我什么都争不过你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有什么使命 我只有一个使命 就是亲手杀了殷霄天 我也不管你报不报仇 只要时机成熟了 我自己会想办法报仇的 所以就算我死 我也无所谓 拿了冠军还不满意 还要跟我谈什么使命 根本就是个找借口的懦夫 师哥 我给你做了汤 快 趁热喝 来 尝尝吧 喝一点吧 心请喝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只是一场切磋而已 输赢并没有那么重要的 我只是咽不下这口气 输赢只是一时的 虽然你这次没能拿到冠军 可并不代表你的功夫 就比飘一哥差呀 我不服气 明明就是我的功夫比较好 确实这个结果 明年还有机会啊 你就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再为难自己了 你的手烫到了 疼不疼啊 没事 不疼 都是我不好 总是忙忙庄庄的 师哥以后会小心点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的 你 心疼了 请你 怎么样 采访得如何 采访倒是蛮顺利的 但除了采访 没有找到任何接近张丽海的奇迹 不要着急 欲速则不达 他有约你下次见面吗 还没有 看来我们是要自己创造机会 让他对你产生更多的兴趣和好感 大幅度推进你们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工作上的交往毕竟不会太多 还是要靠私下的约会才能多接触 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契机 私下单独约会啊 可是我不太懂 怎么跟陌生男子单独约会 放心吧 接下来我会为你安排一系列的训练 这还可以训练 这是什么 这些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行头 来帮你好好打扮一下 想要利用张天行 获得见张领海的机会啊 就要下足功夫吸引张天行 让他对你有更多的好感 甚至于迷恋 最好呢是让他离不开你 到那个时候 他就成为你手中的傀儡 任由你摆布 知道吗 女人最厉害的武器 就是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 你是让我去勾引她啊 只要掌握好分寸 一定会事半功倍 这种无耻的事情我不做 你呀 这怎么是无耻的事情呢 我又没让你跟那个男人结婚 也没让你动真心 只是让他对你产生好感 你也可以不动真心啊 难道就为这一点 你就要放弃自杀张领海吗 我 可是 我相信你一定一学就会 关键是 如何能抓住张天行的眼球 我相信这条大鱼 一定会败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对付男人 尤其是一个 已经对你有好感的男人 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你现在要做的呀 就是好好包装一下自己 掌握好分寸 其他的事情 交给我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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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了多少盐啊 我就 其實我自己也不清楚啊 那這個 沒事我們可以下面吃 我先嚐嚐吧 嗯 還可以下面 你確定 可以啊 嗯 嚐一下 這個是我們河南很有名的湯麵 好香啊 嗯 嚐嚐 好吃嗎 嗯 好好吃 真的嗎 真的是用我煮的湯弄出來的嗎 對啊 嗯 那我煮的湯也不錯啊 就吃了 趙姨哥 哎 哎 哎 我來吧 我想幫一下忙 從小到大我什麼都沒做過 來了太基門呢 又一直受你的照顧 我也不小了 應該學會自己做了 可是 這種事情本來就不該你們男人來做啊 我來吧 哎呀 就讓我幫你一下嗎 那 我們女人本來就應該 照顧你們男人的嘛 你要是都做了 那我們幹嘛 那好吧 那你教我 好 我教你 你看啊 這個線呢 要從這裡穿過去 然後呢 再穿回來 你 隊長 這太極門的情況怎麼樣 太極門守備森嚴 我只能從外側觀察 不過 我已經查清了情況 從武林大會的規模來看 太極門至少有兩百多人 而且個個都會攻服 我說隊長 要不 咱讓雪蓮去勾引竹票翼吧 你說什麼呢 為什麼是我去 你除了會勾引男人 還有什麼用 你再說一次 我說什麼你自己清楚 女人嘛 誰不喜歡 夠了 都什麼時候了還吵架 這馬寧兒這幾天也沒消息了 不會出什麼事了吧 不會 這次比武 他輸給了朱飄逸 咱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 挑撥他們之間的關係 就推手 遠銳 就是 這個機會 都不可 這個機會 等到 去 裸陰 那 然後 你 跑來 前方 什麼 有 爬 這個 有 爬 是 有點 判斂 要是 到底藏了多少宝贝啊 据说藏了十吨黄金呢 多少 十吨黄金 怪不得张大帅拼了命也要拿到龙头掌 十吨黄金 怎么花呀 我不用那么多 给我一块金钉就够我全家吃一辈子了 我还指望这笔钱 回家买地盖房娶媳妇呢 娶什么媳妇啊 有点野心行不行 这野心大了 容易引起猜疑 这贪狼死后 队长肯定在怀疑咱们 夜城梦多呀 我看 先把马宁儿给除掉算了 这马宁儿要是死了 谁引朱飘逸出来 我的意思是啊 把马宁儿跟朱飘逸一起除掉 先下手为强 我怀疑这雪莲 也想先下手夺得龙头杖 不如 把他一起除掉 你就这么想雪莲死 早就看得不顺眼了 他不死活着有什么用 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别看这姑娘功夫不怎么样 可是 他和队长的关系不一般呢 要是他出了什么事情 队长肯定会怀疑 管不了那么多了 弄死他再说 好 这个还需要咱哥俩一起合作才行呢 我的嘴出去 发生尾 是 我去看看 我去 跟我来 弟者 马宁儿已经来了 他手已经摔掉了 听说你师父梁府方 已经怀疑到你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怎么办是我的事情 这件事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马宁儿 你是个聪明人 识时务者为俊杰 你也知道 跟我们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你加入张大帅的亲卫队 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 而且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除掉朱飘逸 怎么样 你考虑考虑 你不是想学鹰掌功吗 天底下最厉害的武功 加入我们吧 来 你怎么办 你什么 对 不是 你没有把我的帅 可是人家 不仅仅 你帅 不义 尽 你不仅仅 好 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的人 太好了 那 要我怎么做 雪凌 把我们的计划说给他听 是 是 他们两个是去找马宁儿了 马宁儿现在是关键棋子 看来整盘计划有所推进 那他们为什么不叫上我们呢 不会是要单独行动吧 是 杨府方要是碍事 就把他干掉 队长 我们的目标不是龙头杖吗 有必要牺牲那么多无辜的人吗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居然还不了解我 在我眼里为了龙头杖 那些阻碍我的人 他们就跟树底下的蝼蚁 没什么区别 只要能拿到龙头杖 可以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 师父 宁儿 你干什么去了 我练功去了 练功去了 是不是又在偷偷练什么鹰爪功 你还去了竹林深处 是不是又去见了什么人 练那个下三滥的招式 我没有啊师父 你没有 宁儿 我真的不希望你练跟八级拳 不相关的功夫 师父 我觉得您是在偏袒自己的武术 就算我用出那些招式 那又能怎么样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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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